这里是T-Life 今天是美国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第16天 昨天我们从奥兰多回来了 回来以后发现房间非常的脏 好多好多灰尘 更让我伤心的是我外面的花和一些水果都已经都干了 走了两个星期 下次我一定要记住 我走的时候一定叫邻居来帮我浇水 好久都没喝到自己的茶了 所以今天我会泡一下自己的茶 所以今天我特别拿我的小杯子 我们拿一瓢就是三克 在美国喝三克就行了 在中国可能要喝五克 因为美国人喝不了那么浓的茶 这个小杯子泡 我的茶一般都不洗 因为我们是从宜山自然保护器出来的 所以没污染 觉得特别幸福 然后一会我会做早餐做早午餐 因为我们煎起来的比较迟 所以我们已经够接近中午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早午餐我做了一些水吧 现在我们来一些皮香的茶 太美了 这种非常自然的 这种花香在你嘴巴里 那种英国的茶真的是让你感觉那种香 你知道吗 人工加工的一种香 淋满的糖混在一起 但这个好清醒 就好像你出去呼吸了新鲜空气一样 在深山老名里面 呼吸了新鲜空气一样 第一泡呢 它就是淡淡的向出口 一会我们喝第二泡的时候 才有这间的茶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疫情的报道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718685例 死亡33881例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139675例 死亡2436例 首例婴儿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 佛罗里达确诊4246例 死亡56例 佛罗里达州长罗恩写信给川普总统 佛罗里达的医院医疗设施和救济人员正面临着全所未有的挑战 川普总统25日宣布佛罗里达为疫情重灾区 联邦政府将给予支柱 同时宣布 纽约州 加利福罗亚州 华盛顿州 爱荷华州 路易斯安娜州 德克萨什州 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美国亚配公司研究出5分钟测试新冠病毒 美国工程兵4天接好房仓医院 多种治疗新冠病毒的药品已经开始临床实验 通过血清治疗新冠病毒的实验也在进行中 将拆着好的口罩回收消毒后再次使用 有些口罩甚至可以反复使用20次 新冠病毒比1918年的瘟疫来的更快更加容易传播 这些是我早餐的食材 我会做个pancake炒个鸡蛋 还要给他们吃一点点的肉 然后还有些蔬菜我们开做 所以我们做出一口罩说作为了 蒸的初恥 摆成的火 毛鸡蛋 复杂的捞 腌柿 薄利 小火 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来看一下上周美国春夏的麻密沙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曼阿密有史以来第一次失去了浪漫 在自家后院享受佛路里的阳光 不知道是否会被消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